哈囉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介紹分享的車款 是FOCUS的三代,這台是2.0款NA的 旁邊還有一台是3.5代,3.5代的話就是1.5渦輪引擎 這台安裝的版本是道路板 是KT的道路板 然後前面的話呢已經裝好了 那後面呢其實車友呢還有加裝了仰角調整器跟束角調整器 所以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呢,三代的話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8公斤 這台是8公斤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然後ABS感應線 還有這些扣去的位置呢,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前面的話是高低可以調整 那這台的話剛剛來的時候是原廠的 它的車高呢,原廠就大概是兩指多不到三指 比一般還要比較低 所以我以為本來來的時候是有改裝了短碳化 那其實並沒有,是這台使用的里程大概 原廠大概8萬多公里 所以可能車高的話呢,原廠的碳化已經有稍微有疲乏了 所以稍微低了一點點 那預計齁,等一下的車高呢,前面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後面的話呢,大概兩指半 所以,呃... 車高的調整呢,前面的話是靠這個托盤呢 我們把它懸鬆之後 如果這個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齁,它的長度變短之後,車高就變低 所以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的齁 所以它的調高或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比較多樣性齁 然後,調高跟調低呢 乘坐的感覺呢,也不會差異很多 那阻尼的調整呢 三代的話,阻尼調整就比較... 呃... 繁瑣一點點 需要把這個掀開之後呢 從這個地方呢,才能調整得到阻尼 那車友又改了引擎式的拉桿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主名有齁 是義大利一神筒進口的IP的主名有 油封的話,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那這個的話,這台車 我們都其實都含上座了齁 上座的話,呃... 所使用的軸承呢,是日本KOYO的軸承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看一下它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好了 哈囉! 子杰,下午好 好,這個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呃... 輪胎應該不確定齁 呃... 旅軒的話是齁 這個是21550-17 2.0S的話是配置的這個版本 好,這個是後面... 呃... 我們所拆下來的避震器齁 這是後面的桶聲 後面的彈簧 那這是前面的避震器齁 前面的話有一邊的話是已經有漏油的狀況 那这个是拆下来的 原厂后面的竖角 这个是仰角 我们都会把它改成可调式的机构 那上座的部分 这个是前面的上座 这个是后面的上座 这些上座呢都不需要再沿用了 KT都有附 那山寨的话还有Focus的车种 车友比较常安装的 应该都是在我们飞鱼底盘忌延的 另外一个经销商 中序的经销商那里安装 那今天刚好工厂有安装 就开直播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是后面的弹簧 后面弹簧的话 我们配置的是6公斤 那今天预计的车高呢 后面大概两指半 所以这台车呢 能够降低的幅度很大 降到最低呢 到半指幅也都还OK 这个是后面我们所附的上座 哈喽张来序下午安 这个是家常的防尘套 后面的话呢 都是总成件 不需要再拆原厂的任何一个零件呢 来沿用 那后面比较特别安装的技巧呢 就是后面的弹簧呢 千万呢不能预载过多 一旦预载过多呢 会不好做 而且会有异音 那统身的寿命呢 也有可能缩短 所以后面的长短度 车高的调整呢 不是靠这里 车高的调整是靠弹簧上方的Hilo key 那统身的主要是在调整 来决定后面弹簧的预压 那后面弹簧呢 简单来说就是它千万不要预压 后面的这个是竖角的部分 这是KT的竖角调整器 所以后面的话呢 投影就能调整了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也把它改成可调的 这个机构呢 它的原来的话是不能调整的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可调的话 可以从这个地方呢 来调整后轮的Camper 那这台车Focus呢 其实它原来的后面呢 就能调整那个投影了 这里的话有一颗偏性螺丝 在车底 中心点的话 这里有一颗偏心螺丝 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调整竖角 可是这个偏心螺丝呢 它能调整的区间范围比较小 它是靠一个偏心螺丝来调整 所以一般呢 如果要做比较其他特殊的角度 或者是能够做到完全不实态的话呢 就会建议呢 要改阳角调整器 或者是竖角调整器 那当然啦 如果预算够的话呢 都还是建议一起上会比较好 那这个是三代的话 它的后面的理载串 已经改成这个样式 二代的话 它的橡皮的话 就还蛮容易压破 压到破损掉 所以二代很多都已经把它改成优利胶 三代的话呢 这个材质跟结构呢 已经有改进了 基本上这台车 都是原厂的设定居多了 好 这个是三代 2.0 那这一部的话呢 是 1.5的涡轮板 这一台算是3.5代 这个有改了 18寸的 225-4018的铝圈 以上是今天 Focus三代呢 安装KT的道路板避震器 还有速脚调整器 跟阳脚调整器的影片分享 那如果车友们呢 刚好是开这部车呢 我们台装的话呢 也有Focus二代呢 可以让大家来试程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也很欢迎跟我们小编联络 看有需要试程 或者是对产品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跟我们联络 谢谢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今天礼拜一比较忙一点点 所以影片比较短 那有问题不用客气 都请车友的话跟我们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